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而我们为什么却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呢 我们的错误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正是因为这方面我们出错了 我们一起找一下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得不到帮助的人 分明是我的行为上在违背上帝的话语 在这里看到一清二楚啊 上帝是无止息 是持之以恒的 在这凌晨谁帮助我们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行为呢 身体一旦疲乏了 稍微疲乏了 就不来找主了 我一觉得累了 就想体贴肉体 与上帝作对 我们的肉体是与上帝作对的 这时候是得不到祝福 也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不足的仆人我瓢牧师 跟大家做见证 有时候不足的仆人我瓢牧师 身体特别疲乏 手指头都无法动弹的时候 尽管那样也哭着 哀痛求主让我来到主面前 真的是献出生命来到主面前 而大家呢 从来不这么做吧 当我们最疲乏的时候 能致死肉体来找到主 这正是受洗礼的过程 我们疲乏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们 当我们疲乏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能力 以赐亚书40章29节 我们身体疲乏的时候 我们能够下定决心 立可献出这生命 我也要来到主面前 这时候能得到祝福 而我们呢 非要爱惜肉体 体贴肉体 身体一旦疲乏了 先休息好了 先体贴好肉体 然后再来主 再来找到主 我没见过哪个信徒 真的是献出生命来找到主的 然后还在抱怨 得不到祝福吗 身体很疼痛 即将奄奄一息了 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死 是由上帝来主宰的 我们生病 这疾病也是上帝给我们的 好的 我们献出生命来找到主 宁可死 我也要来教会 这时候上帝拯救我们 圆福音12章24节 在这世上 没有一样是属于我们的 生命也不属于我们 我们 我们总是爱惜肉体 体贴肉体 怕自己死 爱惜肉体的时候 我的肉体就成了上帝的仇敌 与上帝作对了 罗马书八章五节 我们体贴肉体 爱惜肉体的时候 这时候灵魂是死去了 是属魔鬼了 得不到祝福的 能得祝福的人 能得到上帝帮助的人 宁可献出生命 死我也愿意 这样来到主面前 约安福音12章25节 正是因为我们不认罪 不悔改 所以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什么是信心呢 拥有信心的人 接出来的果实是不一样的 拥有信心的人 行为上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的行为 没有持之以恒 不忍耐 这不叫信心 上帝是持之以恒 永远不变的 而我们呢 经常跌倒 我们的行为就暴露出 我们是什么样的模样了 真言二十章十一节 真言二十章十一节 而我们自己却不认识自己的行为 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什么呢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阿们 能不能去天国 这也取决于我们的心 我能不能得到祝福 这也取决于我的心 怎样才是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呢 我给人一百万 就能给人带来益处了吗 哪怕心里很疼痛 我也能讲实话劝勉 真心的讲实话劝勉 这才是真心的爱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上帝的话语是真言 上帝的话语是刺痛我们心灵的 这时候我们能夺救 讲好听的话 只是异端的讲道 好听的话 反而会害人的 带着自尊心是要去地狱的 我们以为给人钱就是帮人了吗 好多人因钱走向败坏 走向地狱呀 属魔鬼的时候总是反着来 爱讲究自己的自尊心 属魔鬼的都好面子 我们祖上犯了很多的罪过 导致我们有自尊心 导致我们好面子 曾经有一些新闻 警察在白天站岗 到了晚上出去抢劫 出去偷东西 那么这种现象 为什么会 那他的上司呢 还不知羞耻 他的上司一点感觉都没有 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但是当事人还很 还很觉得不好意思 那么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疾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了呢 大家和我们不例外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陷在这种的罪恶中 我们却没有一点感觉 上帝让我们保守内心 上帝让我们保守住内心 我们再来读一遍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一二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阿门 生命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死 取决于我们的内心 那么其他的一切 我们健康 我们是否 我们是否能不能得到健康 我们的儿女能不能得到祝福 我的事业能不能事业 我的事业能不能兴盛 一个国家是否是兴盛的 这一切都取决我们的心 怎样才能保守住我们的心呢 怎样才能保守住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 唯独上帝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菲利比书四章七节 其他的宗教无法保守住内心的 我们自己修行修道 无法保守住内心的 唯独上帝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唯独上帝保守住我们的内心呀 有些人说 我怎么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 正是因为我内心有误会 贪婪的 肮脏的 贪婪 我们 在这时间 讲道的时间 大家要聆听 听上帝的话语啊 好多人来到教会 听讲道的时间呢 反而自己翻翻 圣经 读其他的内容 不足的仆人往平 牧师看到一些假的信徒的行为 一定讲实话 刺通到心灵 上帝的话语是真言 是刺通到我们心灵的 我们打针 针灸 哪里出故障了 打一针 就治好了 上帝说了 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什么呢 上帝帮助我们 保守住内心 在这时间 上帝要帮助我们 上帝要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帮助我们 怎样帮到我们呢 我们做什么的时候 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呢 好多人信耶稣 反而都在假信 约安菲一章一节 这上帝的话语正是上帝 上帝要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正是这话语要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这时候才能得到上帝的保守 上帝的话语要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这时候是以能力显现出来 疾病能得到医治 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心灵里 这时候才是怎样的呢 帖撒罗林家前书二章十三节 上帝的话语在我心里的时候 才是拥有信心的人 疾病能得到医治的人 是拥有信心的人 疾病得不到医治的人 分明是假信 是属魔鬼的 是说谎的呀 我内心稍微有一些小小的贪婪私欲 这时候是得不到帮助的 小小的私欲贪婪导致死亡啊 在伊甸园里 正是因为小小的私欲贪婪偷吃了善恶果 结果被赶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都没有感觉呢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在这贪婪肮脏 我们为什么却不认识自己内心是有贪婪肮脏的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被自己内心的魔鬼所欺骗着 上帝的话语是没有谎言的 是如实实现的 我们需要保守的只有内心 只要保守住内心 但是我们自己无法保守住自己的内心 唯独上帝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上帝怎样保守住我们的内心呢 我怎样才能认识到 哦 这时候上帝在保守住我的内心 我的行为一一全暴露出来了 真言二十章十一写 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上帝的话语在我心里的时候 才能得到上帝的保守 因为有信心的时候 这上帝的话语才进入到我心灵里来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 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照着这信心 上帝的话语如实以能力显现出来 即便得到医治 能得到祝福 头脑也能变超聪明 一定是有能力意识发生的 有些人说 哎 我怎么就没有得到这么好的祝福呢 分明是因为我内心属魔鬼 内心没有保守住我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这是多么庞大的祝福 疾病得不到医治的人 分明是不听上帝的话语 不爱听 怎样领受这上帝的话语呢 上帝的话语是让我们相互磨出认来 怎样才是相互磨出认来呢 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让我们通过身边的人认罪悔改 这正是相互磨出认来 最明显的就是从夫妻之间的关系 夫妻之间通过对方的行为 通过对方的罪过来 我来认罪悔改 这时候才能是得到上帝帮助的 上帝说让仇敌成为一家人 正好为的是马太弗十章三十六集 上帝是让仇敌成为一家人的 为的是什么呢 通过对方的行为 通过对方的罪来认识到我的罪 我来认罪悔改 这时候夫妻合一 唯独上帝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在这世上 我们好多人为了过为人的生活 很是努力 在这世上 钱名誉是最低俗最肮脏的 而在这世上 在这社会 把钱财和名誉当成是成功 这是很错误的想法 那并不是说 别追求钱财了 我们首先属于基督 在基督里 拥有钱财 拥有名誉的时候呢 是懂得支配管理的 上帝是让我们在基督里 获得成功 这时候拥有再多的钱财 拥有再多的名誉 也能懂得支配和管理 是荣耀上帝的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上帝帮助我们哪 上帝帮助我们的内心 通过什么呢 通过上帝的话语 帮助我们 那么我们在这一天生活的时候 如果内心没有抓靠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就是骄傲的 我内心没有抓靠上帝的话语 这是骄傲的 我内心抓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是谦虚的 当我骄傲的时候 是与上帝作对 成了上帝的仇敌 我这一天生活 我这一天 一整天没有抓靠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就是骄傲与上帝作对了 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 多么的张狂 多么的自以为是结果呢 身患了疾病吧 父母犯了太多的罪过 而做儿女的 通过父母的行为 也不认罪不悔改的话呢 儿女先患疾病 为什么当今好多年轻人 当今好多小孩子 都身患癌症疾病了 这都是父母的罪过 如是降在儿女身上了 而做父母的 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认知 一点领悟 物都没有 身患癌症的信徒 先认识到祖上所犯的罪过吧 有些信徒说 我的祖上也没有做官啊 那么我们的祖上三四代 都犯了什么样的罪过呢 我们祖上的罪过 都残留在儿女身上 如是降在儿女身上 导致我们很惨痛 心理结怨结仇 好多人心理结怨结仇 记恨记仇 导致自己导致 导致自己身患疾病 身患疾病的人 身患癌症的人 分明是父母那一辈呢 结怨结仇 不饶恕 而且 犯了很多的罪过 而我们却不承认 坦白自身的罪 身患疾病的人 往往嘴上讲什么呢 总讲一些结怨结仇 记恨记仇的话 稍微年长的人 张口讲出来的话 全都是讨厌谁啊 计恨谁啊 讨厌谁啊 甚至还讨厌父母 计恨父母 说父母没有疼爱自己啊 整天讲的都是 结怨结仇 怀恨的话 这时候 得不到医治的 内心有恨 内心有怨恨 这时候是得不到医治的 我们内心 要拥有上帝的爱 要有主耶稣基督的爱 而内心 总是记恨 记仇的时候呢 得不到医治 我们内心 为什么会结怨结仇呢 自己的利益没有得逞 自己的心思 没有得逞的时候呢 就是不乐意了 而上帝说了 我们要求他人的利益 我内心的利益 完全要粉碎 要求对方的利益 这时候才是属于上帝的 在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 那么我们却不承认这句话 总觉得 看这个也烦 看那个也不喜欢 看那个也不满意 看那个也好讨厌 不顺眼 总觉得这世界的一切 都好凡藏 感觉都很脏 而上帝却说 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 不属于灵的时候呢 不认识到上帝话语的时候呢 总是抱怨的 而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呢 是能得到祝福的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这一切只有感恩感谢 当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才是属于上帝的 这阶段悔改正是感恩感谢 上帝让我们保守住内心 我们的生死取决于这内心 怎样才能保守住内心呢 我们自己无法保守住内心的 唯独上帝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上帝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上帝是谁 上帝就是这话语 藐视着上帝话语的人 正是藐视上帝了 而我们呢 总是属于魔鬼 藐视上帝的话语 属魔鬼的人 总爱藐视上帝的话语 初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首先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语 要听从上帝的话语 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而我们呢 不爱顺从 也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那些属魔鬼的时候 就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甚至藐视上帝的话语 甚至嘲笑上帝的话语 内心总爱积怨记仇 抱怨人生 抱怨这个 抱怨哪个 我们的内心的抱怨 记恨记仇 全要消除掉 这时候行为才能得到变化 我内心要成为一条心 我内心成了一条心的时候 在基督里是合一的 我们人数再多 内心成了一条心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是成了一条心 走一条路 给了大家 能认识到上帝话语的人 知道这话语是多么的珍贵 而成了猪狗的时候呢 是不认识什么是珍珠 也不认识什么是钻石 把珍珠、钻石都当成石头一样 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那么听上帝话语的时候很是不屑 这时候能得到帮助吗 藐视了上帝的话语能得到帮助吗 上帝告诉我们 听上帝的话语才是首要的 听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 比县礼拜更为重要 这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传道书五章一节 上帝说我们要不听 上帝经常劝勉我们 怎样 要到何时才肯听上帝的话语呢 出外记十六章二十八节 要到何时才肯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不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 北朝鲜正是违背上帝的话语 与上帝的话语作对 结果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呢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保守住内心 上帝的话语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坦白共认自身的罪过 使我的内心的三个良心全活过来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 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 所以在这成功时间 在这凌晨时间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的时候 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不认罪不悔改的人 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在这世上 学的再多 文化再高 没有任何用处 我的内心是否由上帝保守住了呢 唯独上帝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只有上帝的话语 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在这凌晨通过上帝的话语 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的内心由上帝保守的时候 我们才能得到祝福 万事亨通 所以我们认罪悔改 然后我们告白 我们能得到祝福 因为上帝帮助我 我内心存什么样的心 上帝如是为我成就 我的疾病得到医治了 这时候上帝如是为我成就 而始终不行的信徒呢 哎呀我身体又累 我好疲乏 总是把自己的肉体放在第一位 非要有力气了 才肯来到上帝面前嘛 总是把上帝放在第二位 得不到祝福的时候 总是把上帝放在第二位 马太夫六章33节 我们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好多人说 哎呦我撑不住了 我肯定是不行了 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二位 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总是把上帝放在第二位 有些信徒说 哎呦牧师啊我怎么这么的疲劳 我怎么这么的累呢 那些人认识到我的罪过多么的沉重 我祖上的罪过多么的沉重呢 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啊 我们的生死 是由上帝来主宰的 而大家好多人怕死 担心自己死 反而没有相信上帝 相信自己的想法 怕自己死 哎呦我是不是会死呢 我是不是会怎怎样呢 这都是在相信自己 信靠自己 并没有相信全能者上帝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身边的人 我们好好观察一下身边的人 哎呦这个人 身患了疾病 怎么在这时间没有来到上帝面前呢 然后您可以问一下 凌晨您怎么没有来参加成功礼拜呢 哎呦我太累了 身体太疲乏了 您看又奠基的是肉体 并没有爱上帝啊 奠基肉体的时候 这都是偷盗的心理 是属于恶的 大家要懂得分辨呀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指引我们活路 好多人说我想死 大家知道生死是由上帝来主宰的 撒摩尔基上二章六节 我们以为我们身体疲乏了就能死吗 这死由上帝许可乐也才能死啊 没有人是因为疲乏过度劳累而死去的 我们国家的总统是怎么死去的呀 被陷害了 这死也是由上帝来决定的 没有一个人是按自己的意愿能死的 这死也是上帝在决定 而我们却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结果都在犯罪了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通过什么帮我们呢 通过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的心灵 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这才是拥有信心的人 我们找一下约翰飞音五章三十八节 不足的普让我嫖母师 每个凌晨每个凌晨讲道的时候 上帝引导我 给我不同的感动 哎呦眼看着信徒面临死亡了 还不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内心只装满了贪婪 这时候讲道的内容呢 就会跟着这个信徒的状态 就会有变化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耶稣来到这世上为的是找一个失丧的灵魂 不足的普让我嫖母师 面对上帝也有审判呀 讲好听的讲道 好听的讲道 讨人欢心的讲道 我也喜欢 但是不喜悦上帝呀 一个灵魂即将死去很是急迫很在危机之间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刺痛到心灵是能拯救这个心灵的 我也要拯救这失丧的一个灵魂呀 我的回改一旦欠缺了 我也心软 想讲好听的话 师母也劝我 哎呀牧师啊 每个晨更礼拜 能不能讲一些好听的一些呢 什么是好听的话 拯救我们的话才是好听的 而我们觉得 我爱听了就不喜欢了 能让我活过来 才能让我的儿女活过来的 这才是中言呀 每当站在这台前 看到大家的状态 这时候上帝给我感动 看见一个即将死上的灵魂 为了拯救这灵魂 什么是救济队呀 救济队是什么 一定是先把最危机的人先拯救出来 这才是急救中心呀 急救中心先拯救的是最有危险 最在危机的时候的人 上帝来到这世上 为拯救那失丧的一个灵魂 这个信徒要活过来呀 其他的信徒还好好的 而这个信徒即将面临死亡了 这时候是集中针对这位信徒讲到的 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这上帝的话语正在帮助我们 在这凌晨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 而我内心 拥有信心的时候才能得到这上帝的话语 才能引受这上帝的话语得到帮助 拥有信心的人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 才有能力显现出来 改变一个人 医治一个人 我拆你们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 因为他所拆来的你们不信 阿们 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这上帝的话语才进入到我们心心 这上帝的话语才会进入到我们心灵里来 我们靠着这些段悔改进入到基督里了 这时候才是拥有信心的人 不认罪不悔改的人 读圣经反而会成了恶人和坏人 不认罪不悔改 光读圣经反而会害自己 害身边的人 害自己的儿女 光自以为是 光爱起争论分争 属乎魔鬼的人 再怎么读圣经 没有任何变化的 不认罪不悔改 好多人认罪悔改的时候 有些人偏偏爱睡觉 这就是我的模样 这就是大家的模样 好多人光读圣经 从来不认罪不悔改 这时候就自罪聪明很张狂 爱争论爱纷争 这就是法利塞人文士啊 是要受祸的 生活中一塌糊涂很是糟糕 还不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好多人认为自己读圣经 读得特别好 从来不认罪不悔改 这时候反而会害自己 害到身边的人 而且会遭受灾难与咒煮啊 总会经历一些死亡的坎坷 当我们经历死亡的坎坷 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啊 上帝等着我们认罪悔改呢 而我们却总是没有感觉 不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不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我们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呢 我内心是什么样的心 这行为如是一一的展现出来 耶稣带领门徒三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当今的大学教育制度 都是三年的时间 或者是四年的时间呢 这都是来自圣经 耶稣带领门徒正是三年半时间呀 以耶稣诞生的日期 来分公元前与公元后 那耶稣的年龄 有些人说耶稣的年龄是33岁 大家要知道耶稣的年龄是无限大的 创造这世界的时候 耶稣已经存在了 耶稣的年龄是无限的 无限大的 在佛教呢 以为耶稣比释迦牟尼年龄小 哎呦 这真的是太张狂 太无知了 而当今好多神学者 没办法回答 没办法回应 因为自身都成了假的神学 新约旧约是一体 上帝是一位啊 我们内心有上帝的话语吗 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这上帝的话语才能帮到我 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要认罪悔改 才能使这上帝的话语 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才会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使我们得到帮助 我们告白我的疾病能得到医治 那么内心在抓靠这相关的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就能得到医治 能得到祝福 这一切看似是理论性的 那么如何才能实实在在 成为我们的粮食呢 认罪悔改 只有认罪悔改 我们静静的闭上眼睛 在这凌晨认罪悔改吧 格林德后书八章九节 耶稣是赐福于我们的 耶稣为了使我们富足 在这世上成了贫穷的 那么今天我就抓靠 格林德后书八章九节的话语 我的疾病要得到医治啊 马太分音八章十七节 耶稣背起了我们所有人的疾病 为的是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健康 那么我就抓靠 马太分音八章十七节这句话语 这首疾病得到医治 我希望我的儿女做孝子 那么我们就抓靠 真言二十章七节这句话语 我要成了艺人 真切地做四孝子 让悔改 行为上 纯正 这时候使我做艺人 使我的儿孙领受祝福 民书记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的儿女很是不顺利嘛 首先是我特别的糟糕啊 我的家庭很不顺利嘛 首先是我太糟糕了 我的家庭得不到钱财的祝福 这分明是因为我太糟糕了 首先来认识到 这一切都是我自身的问题 那么有些人说 哎呀牧师啊 我发现我的父母一塌糊涂呢 那做儿女的我先从我做起 我拥有了基督的光 这光就照亮一切照亮父母了 十图新传十六章三十一节 主啊在这凌晨我付您帮助我们 这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而我们总是藐视上帝的话语 我们总是藐视了上帝 成了上帝 成了得到上帝震怒的对象啊 求主使我们从这种愚昧中 求主使我们从这种愚昧中警醒过来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活着行着义事的 上帝的话语是在拥有信心的人 那里如实实现以能力显现出来的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 在这凌晨求我付使我们每个灵魂得到上帝的帮助 使我们告白我们能得到祝福 我们的儿女一定得到祝福 使我们内心抓靠住上帝的话语 您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真真切切的认罪悔改 彻底的做四階段悔改 敬畏上帝 内心成了一条心 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越来越好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主啊求主赐福于我们每个信徒 使我们先去生命来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在所有人面前做上帝的见证者 使我们把好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后孙 使我们通过生活来见证上帝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 感谢先祝福祷告 阿们 的传维 Brett va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